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手 周深最近已经发布了不少的歌曲,更被粉丝笑称为周八哥 然而在带来如此多的作品之后,他仍然认为代表作只有大雨 代表作与成名曲有一定的意义的不同,代表作是指歌手色的作品当中最具代表作的作品 不一定只有一个,但是为何周深却依旧认为大雨是自己唯一的代表作呢 实际上周深有很多好作品,《花西子》、达拉崩巴、《笑之歌》等歌曲演绎了不同风格的色彩 就拿方文山亲自填词的《花西子》来说,这首歌无论是词还是曲都是非常符合周深的声音的 而他的演绎也将这首歌展现出了美的极致 达拉崩巴的难度和传唱度上丝毫是不逊色于大雨 也让周深的唱功得到更深层次的证明 艺人演绎多绝,也证明了其音域的可塑性 然而大雨这首歌能够让周深认定为唯一代表作还真有所不同 其实这首歌算得上是周深的成名曲 因为大雨,更多人知道了周深也因为大雨,周深获得了海妖的荣称 并且这是周深之认意义上的属于自己的第一首歌 他仅用这首歌便俘获了不少歌迷 其实这首歌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 大雨的背景故事是为大雨海棠而作 而他也描绘了春昆秋之间彼此纠缠命运的点滴 然而这首歌的意境却超脱了背景的束缚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 而音乐却将这些故事融入到生命里 在某一时刻彻底爆发 或是伤感离别 亦或者是豪景壮志亦或生死相依 大雨在现行平静的时候仿佛一点雨滴敲落 亦或者是在看别人的故事 周深的声音与歌曲的融入 让听者如同现身在一场梦境之中 又或者是有一失的伤感 却无故事的悲情 但若换作是有故事的人听 听到的却是不一样的感受 在凝望你沉睡的轮廓当中 或许已经打开了心里的柔软之处 故事仿佛再次重演 念念不舍却也松开了最后的绳索 而热恋中的人听到的却是一种浪漫的故事 两个人在海边任风起雨落 这段情谊反而成了一副美景 执子手吹散这苍茫烟波 让爱意浓发记录彼此的幸福 经历过生死离别的人 才知这段情谊珍贵 这也是网友分享给我的故事 从小带大她的奶奶离去了 在听到大雨之后 仿佛又在梦里相遇 从前的美好时刻历历在目 而这段感情也怕深藏在心 或许梦已成空 但美好的感情却是心中难忘的溯远 这首歌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 它能够随心境而演绎出不同的故事 也能够随心境感受到不同的美 而周深的作品如此之多 大雨却是她唯一认定的代表作 无疑也是她对自己作品 惊意求精的一面了 周深在舞台之上 一直是一个融入音乐感情中的歌手 在经典日永流传当中 更是被导师亲自夸奖 称之为天才歌手 而大雨至今依旧没有过时 也证明了这首歌的不同之处 并且大雨在听众喜爱度 流传度都居于偏高的状态 也证明了这首歌的优秀 不知道你们从这首大雨中 听到了怎样的故事 不妨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